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作为全球两大手机厂商 三星和苹果在全球高端旗舰机型市场 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在三星取消了Note系列之后 S系列的Ultra机型 也就成为了三星纸板机中的顶级旗舰 作为三星接下来的超大杯 预计在明年1月份推出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 可能是2024年最好的安卓手机之一 随着预计发布时间的临近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相关爆料 也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连真机的图片都已经遭到曝光 话不多说,和Tiger一起来盘 近日知名博主爱兵宇宙 日前晒出了三星Galaxy S24 Ultra S23 Ultra S22 Ultra三代机型的同框对比图 从图上看 Galaxy S24 Ultra的外观更加方正 中框已经非常接近直角边设计 这也让左右两侧的屏幕边框看起来更宽 还有一点明显变化 那就是新机的下巴更窄了 几乎实现了视觉四等边的效果 在此之前 博主爱兵宇宙还在微博 分享过一组三星Galaxy S24 Ultra S23 Ultra真机对比照 展示了这款新机的外观细节 从图中可以看到 Galaxy S24 Ultra的钛合金边框 具有不错的质感 按键更加扁平并且更粗 手机底部的通风口转移到顶部 扬声器变成长条状 S-Pen的底部看起来也更加扁平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屏幕尺寸为6.8英寸 分辨率为3200x1440的2K级别 像素密度为516.1英寸 这些参数与三星S23 Ultra相同 但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屏幕峰值亮度 将达到3000nit 这相比于上代的1750nit的三星S23 Ultra 要高出不少 这也意味着三星Galaxy S24 Ultra 在户外阳光下将有着更好的显示效果 也有利于HDR内容的显示 其次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屏幕刷新率 将达到144Hz 相比S23 Ultra的120Hz也有提升 也高于大多数其他旗舰手机的120Hz 但是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还有较大疑问 三星Galaxy S24 Ultra将是首款使用顶级爱王 13面板屏幕的三星手机 M13面板是三星推出的最新要来的面板 它使用了新的发光材料 可以在不牺牲色彩和对比度的情况下 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寿命 这将使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续航能力得到提升 报道称 M13面板也将被用于iPhone16系列 这意味着三星将领先iPhone接近半年时间 按照往年的规划 三星Galaxy S24 Ultra很可能将搭载最新的 骁龙8 G3移动平台 这也是当前安卓端最强的芯片之一 不过 目前还不确定 三星Galaxy S24 Ultra是否会在所有的版本中 使用骁龙8 G3 还有消息称三星会在S24系列中 采用三星最新的Exynos 2400芯片组 不过也有消息表示 由于Exynos 2400的性能 略地骁龙8 G3 尤其是在GPU和能耗方面 因此 三星Galaxy S24 Ultra可能会标配骁龙 而Exynos 2400将会在S24系列的 其他机型的部分地区使用 此外 考虑到上代高通特地为三星 推出了骁龙8 G2 for Galaxy版 这一做法也可能会出现在明年的S24上 至于联用和存储 三星S24 Ultra可能还将继续保留8 Gb两版本 并且提供12 Gb选择 而在容量方面 起步版本为256 Gb 并且还提供512 Gb 1Tb和2Tb四种存储容量 这其中 2Tb版本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它将使三星Galaxy S24 Ultra成为 拥有最大存储空间的手机之一 当然对于自己就生产闪存颗粒的三星而言 这并没有太大难度 但相关传言从S22就已经开始 至于三星是否会在S24上推出 可能谁也说不准 此前有不少传闻称 三星Galaxy S24 Ultra将取消上代配备的10倍光学变焦镜头 这是三星S23 Ultra的一个重要卖点 三星Galaxy S24 Ultra将上代的10倍光学变焦长焦换成了5倍 另一个三倍光学变焦镜头得以保留 这将使新机的变焦能力大大降低 与iPhone15 Pro Max和谷歌Pixel 8 Pro相同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决定 因为三星多年来一直在光学变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10倍光变镜头也是S23 Ultra上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卖点 因此也有传言称 三星Galaxy S24 Ultra仍然会有保留10倍光学变焦 有些人声称 三星Galaxy S24 Ultra依旧配备3倍和10倍双长焦相机 或者只有一个长焦相机 但可以在3倍和10倍之间切换 这些说法似乎听上去更符合三星的风格和策略 此外 还有消息称三星Galaxy S24 Ultra可能仍然会有100倍数码变焦 但光学变焦能力缩减至5倍 这可能意味着三星S24 Ultra的数码变焦 将有更多的软件优化和算法处理 以提高画质和稳定性 至于后置相机参数 三星Galaxy S24 Ultra将搭载两一像素主摄 一个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一个5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和一个1000万像素的前望长焦镜头 前置则为1200万像素 这意味着三星S24 Ultra的主摄和长焦相机的像素数将大大提高 这可能会改善手机的主摄和长焦端的画质和细节 除了硬件外 三星Galaxy S24 Ultra在软件方面 可能会有很多创新和改进 三星已经申请了一些与IN摄影相关的商调 如Magic Pixel Flex Magic和Flex Magic Pixel 这些可能与计算摄影有关 可以会被应用到三星Galaxy S24 Ultra上 这些新模式的加入 可能会让手机的相机更智能 更多样 也变得更有趣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电池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有消息称S24 Ultra将搭载5000毫安时的电池 和三星S23 Ultra一样 不过考虑到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处理器和屏幕 相比上代更加节能 电池续航能力可能会有所提升 或者至少不会有所下降 至于充电速度 可能依旧支持最高45瓦有限快充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将手机电池充完 虽然这一速度相比苹果依旧有所领先 但是放在国内市场看 这一充电速度甚至比不上一些千元机了 至于无线充电和反向充电 三星Galaxy S24 Ultra可能并不会进行升级 依旧保持商贷的水准 但是也不能排除提升的可能性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软件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特色和功能 尤其是与AI相关的方面 三星S24 Ultra预计会搭载三星最新的汪女6 其基于谷歌最新的安卓14打造 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改进和优化 此前 三星称S24系列为AI手机 这可能意味着 它将有很多与AI相关的内容 三星Galaxy S24 Ultra 还可能会有一些AI语音和文本功能 比如AI翻译 AI语音助手 AI文本生成等 而当前许多国产手机 已经推出了自家的大模型 三星届时也有可能会这么做 此前有消息称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价格 将与三星S23 Ultra保持一致或者更低 最近又有爆料称 三星希望S24系列的价格 与S23系列相同 这可能意味着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价格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此外 考虑到苹果 谷歌等同级别的竞争对手 在价格方面都有所松动 三星可能会调整其定价策略 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